一大早,帕梅里就上商店,买了这么一套压力测试的仪器,准备检测柴油机油压力。柴油机的正常机油,工作压力范围基本在0.25至0.35MPA之间,其中心机或机温低时可高一些,旧机或机温高时则低一些。 然而,帕梅里,这辆路虎懒胜,在启动的那一刻,指针根本就没动,压力值可以说是0。 用千斤顶将车子举起,放入两个支撑架,柴油机机油压力低的原因,一般的情况就是机油量少,或者机油中出现杂质,另外还有机油过锡,机油感应器损坏等,怕梅里打算排放掉原车的机油,然后更换一个新的机油滤清器试试。 它这滤清器拆起来,还有点小麻烦,因为底部这位置有个传感器,拆卸过程需要多注意,不然容易给整坏了,还有一根两顶着,不怎么好操作,怕梅里也是花了十来分钟,才给它换了上去。 这么一个滤清器,就要25码内。 下面,咱们再来测试看看,更换滤清器后,这台发动机的压力值是否有变化。 还是一点动静的没有,哥俩有点小郁闷了,滤清器安装过程也没啥问题啊,步骤什么的都对,也没给机油滤清器垫片装反,垫片上的油道孔也是通的,难不成是燃油泵出现了问题,因为燃油泵的作用是将燃油从燃油箱中吸出,加压后输送到公油管中,和燃油压力调节器配合建立一定的燃油压力。 如果燃油泵出现了损坏,机油压力也会是零的这情况。 兄弟俩讨论了半个多小时,于是从家里拿了一些纸箱跟木块,纸箱用来当垫子,这地下都是碎石子,没办法躺进底盘。 木块则用来电尾轮,将整个车身抬高些,一切准备就绪,哥俩便开始了对油箱的拆卸工作。 目前大多数车型燃油泵都安装在汽车的油箱内,靠电力驱动。 燃油泵,油泵体,用磁电动机和外壳三部分所组成。 油箱拆卸出来后,接着将里面的燃料排放掉,怕没理这还赚了一箱油。 往常拍的这类车子,基本油箱都是见底的,大多都被工作人员抽干了。 排放完试,差不多有30升,在拆解燃油泵之前,怕没理将这油箱清理了一遍,现在看着要比刚刚干净许多。 这拆的时候还得小心点,不然容易给里面连接的线数扯坏了。 需要先给这盖子上的插头拔掉,光拆这个燃油泵,哥俩就花了一个半小时。 咱们可以看到这绿孔还是挺脏的。 油箱内的状况,怕没理简单查看了一下,也非常的糟糕。 将油箱拿回修理车库,怕没理便对其进行了清理,换了一个新的燃油泵,随后给它安装回去。 接着又尝试启动了一下这辆路虎揽胜。 依旧没能发动起来,等待了几分钟,再次打火,结果还是一样。 紧接着帕梅里拿了侧压仪,这次指针有动静了。 但车子没能发动,启动液都用上了,可还是不行,发动机愣是没能运行起来。 这种情况不大拆发动机,怕是解决不了。 哥俩商量了许久,最终放弃了对这辆路虎揽胜的维修工作。 因为在扫故障码时,还出现了许多有关电器问题的故障码。 这车子如果继续修理下去,需要花费的时间跟精力还有维修的费用肯定不少。 他们觉得没有修下去的意义,打算拿它当拆车键出售,说不定还能小赚点。